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荷蘭是玩不到六天五夜的 我觉得 我后来想一下 如果我带团 又要大家不要那么辛苦 四天三夜就最合適的 但我去了六天五夜 之前我去荷蘭的认识有什么呢 第一 我知道他是大河時代一个很早去摄影 所以有很多殖民地 我去荷蘭就知道他的皇室 因为他喜欢用橙色 因为我们看世界上的橙色 荷蘭的地平线很低 经常会有水泡 但是荷蘭是很厉害的 其实荷蘭人种 他们都是日耳曼的分支 荷蘭有风车 因为他利用一些水 用风车灌溉 后来做一些能源 发电 对到现在的荷蘭 国内也有很多风车 但是荷蘭有很多风车 但仍然在做工作 当然是一种吸引人类 游客来的一个形象 但是对荷蘭人来说 他风车就代表他们那种坚毅 奋斗 就是那个象征 我看到荷蘭妹 三发淡奶 原来荷蘭的农业 所谓荷蘭的农民 大半年是每天都出去示威 但是我们太多新闻也没有说 为什么呢 因为全球化影响他们的收入 那就是金香 还有荷蘭有红灯区 也是第一个我不肯定 银行体系就是由他们发明的 好像股票交易也是由他们发明的 这个我就不肯定了 当然了 告老虎 亚迪士 7478 和 非洲那年的世界普及201年的 亚军 即是三亚王 还有我最喜欢的《求星之一》 柏金 我对荷蘭的认知 除了这一堆之外 差点不及了 就是有很多古惑仔 新界佬 在六七十年代就扔了荷蘭 和蔣天生命丧的地方 我这次也有去的 我对荷蘭的认知就是这么多 然后我就搭足荷蘭 我去到荷蘭之后 我去到荷蘭之后 早上 七八点击 我知道很短 我看看地图已经在对面了 但我短不到我这边坐下 我的安全带都没有脏 下机 然后就展开了荷蘭之旅 要 arrest 我们在阿姆斯 Fraktard 中央车站 真的就是地标 那踏車站隔离 那間酒店作 我行完 那一天我收起深忘了 然后很 enseñr 我 uncover 地圖 我已經走過了 我要上得住的地方 我還有五天 我要怎樣捱呢 於是這幾天我真正成為 第二件事我不敢承認 我不敢說我是荷蘭 我有下海地 我也有下綠特丹 但是我真是阿姆斯特丹的舵地 橫街 宅航 水道 船道 哪間店鋪 哪裏有什麼 我自成療如指掌 你一叫我再去 我也是療如指掌 何況我在那裏跌那麼多錢 適當時我會說 我跌那麼多錢 我去那裏 宅航 我不收拾 我亦都見到別人打架 宅航 無論那些鬼佬一言不合 有一個人在單車上 陀蘭單車就比英國多了100倍 因為是全運輸了20單車的 他就很驕傲 很招惡他們用單車來代步 有一個人自己走在單車上 那就被單車撞到一下 他不斷下來就打一個單車的客人 他就不斷說 no peace no peace 都不還拖了 你知道那些鬼佬是很猛的 有些人 哇 我已經看到 再動手 我真的要幫他拖 因為說真的 那條好 炸20單車就好 我不見得輸賣給他 都六隻幾 但是我去到荷蘭 我發覺 一般來說 荷蘭當然有很多高人 但是其實我 即使我179而已 我去到我也不覺得我矮 其實很多都差不多了 那些鬼佬很矮 好了 我終於成為這個荷蘭的陀地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 在我搜尋的時候 第一 荷蘭美食 我上網看 荷蘭什麼美食 我屌你這麼大的 荷蘭美食第一位 竟然是那個華夫的餅 屌你老母 我心想這些餅竟然是第一位 但是我猜不到大鑊得這麼厲害 荷蘭真的很大鑊 雖然歐洲是大鑊 但是我真的猜不到這麼大鑊 第一行程之後 第二天 我們 幸好我老婆有報道 第二天我們去了一個 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叫風車村 幸好有一件事好 沒有中國人 沒有香港人 所有是鬼佬和我 一個香港人 兩個人 跟老婆 然後那個街 其實所有的那些團 即是那些day tour 他載了你去到 我記得哪裏工作 你就哪裏上車 3點鐘後等 我看一看 到10點半 4、5個小時在那裏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我去到那裏 又是看到那些人 坐在那裏 你哪裏走到 當然啦 在那個風車村裡面 不斷有那些廟室 又是廟室 又是賣東西 然後 晚一點 頂 我們去了 給我們吃飯時間 去了一個 最出名的 屈金香 我看屈金香 我看那些暴書 都很棒 花田 大家想像到 都看過 屈金香真的很有名 荷蘭蘭炒過屈金香 有紅 有黃 大片花田 我說老婆 屈金香 她想到我只能夠用 七個字形容 就是 到處釀梅 就一樣花 屈金香 全世界 無論是荷蘭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她拍出來的東西你不要相信 屈金香 當然那個是很漂亮的花園 我是承認的 你打算看一片花田 你真的不要想 你不要想多了啦 各位網友 不要花那麼多時間啦 我會講兩天啦 因為我有時間講 我都說 這些再整理一下 真的可以出一個馬事遊記 總而言之 如果有機會 可惜未必多數沒有 如果我帶團 我們最成功 只要我不發脾氣 最成功就是苦中作落 我們就算在 在最差的環境裏面 都一定找到一些東西 是好看的 老實說 我在街上見到一些人吃的東西 阿正你不要去 他們有沒有向荷蘭 但是我想你猜到是什麼呢 我就看到那些美食 那些店舖啊 那些店舖啊 屌你老母 用一個紙盆 像這個紙盒那麼大 裡面 全都是薯條 然後上面一大坨的 醬很熱的 醬很肥的東西 我叫你老母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有很多醬汁的 醬汁的 如果你不要薯條呢 有些圓夠薯 有些樹肉 總之怎樣變化 這麼大坨的 薯啊 上面淋一些汁 屌你老母 我真的沒有想本事吃的 大佬 我看到很多牛奶 喂 美食 不敢說是吧 所以呢 去到那裡 當然有意大利餐廳 我第一時間就去唐人街 當然就馬上認識到唐人街的朋友 他跟我說 喂 紅燈區不是那麼謎啊 那麼小的嗎 你從青海哪裡來的啊 你又走完啦 嘩 薯條你老母 是啊 薯條 我這樣就走完啦 是呀 薯條吃醬了 薯條吃醬了 哇 我真的頂不想睡 我看到都漏了 我看到都漏了 他們很喜歡吃的 好呀 喜歡呀 當飯吃的 不是當飯 我晚上11、12點 真的日宵夜啦 又是吃的 嘩 我屌你老母 好呀 還有河南呢 我現在終於明白 歐洲的人那麼喜歡 在公園吃的 因為很簡單 你買個漢堡包 例如說 13歐 830元 同一個包 如果你吃牛威 未必是同一間餐廳的 另一間餐廳 可能是六歐的啊 那你當然 每個人都在街上吃 或者在公園吃 OK 那個薯條真的頂不順 我真的頂不順 好了 我們看看照片 好 第一張 當然我很無聊地 我們當然要拍攝一下 這個下面 就是荷蘭的上空 差不多在荷蘭 他那罐可樂 給我那罐可樂 我也很珍惜 因為在荷蘭 我不記得那一間餐廳有4歐 如果在街上賣 可能是3歐 我就不明白了 因為我所知道 日本的激安超市 很便宜的超市 已經橫掃了德國 比利時的 荷蘭沒有的 仍然去那間 叫 Andrew 忘記名字 雖然在荷蘭不倒 雖然在荷蘭不倒 但是當你看到 三個二歐 三十多元 一罐可樂 沒有啊 二十七百元 你真的不想想喝的啊 這張照片真的是我拍的 其實這是一個 這個就是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車站 的外觀 當然 全部都是舊建築物改建的 這張照片 是我拍的 OK 下一張 這個就是 搭船 因為有很多河道 其實 我上面的照片最右邊 看到一點點很高的建築 就是我住的酒店 Ebeos Ebeos 便宜的酒店 但也有二千元 沒辦法 我們為什麼要租那些呢 我跟老婆說 你不租那些 古蘭舊 古蘭牛營 古蘭 他說 那些沒有洗衣機 因為你住那麼多天 其實這個也是 中央車站走出來 阿姆斯特丹 其實 蔣天生也是在這附近死的 等待他去到了 再去 好了 這條街大家看到了 正 就是紅燈區 其實我和太太拍了很多照片 但是我太太的樣子 我就無謂曝光了 很多人都見過 我 反而沒有一張 這樣的照片 我呢 就 沒有人的照片 但是這裏 就是所謂的紅燈區 但是現在這裏是小人的 為什麼現在 紅燈區沒有什麼生意呢 你想像一下大家 譬如我們左手邊 是全部的那些 廚窗女仔 那些傻子在右手邊 是不是多人一點呢 那個拿著一杯酒 一家大小 在看著觀光 那那些猴子怎麼進去啊 是不是尷尬啊 我有沒有看到猴子 有的 但是真的少 所以其實現在紅燈區就不好找的 以前呢 甚至乎在2000年合法化之後 其實也不斷出現 有些 人口反子 在東歐的地方 拐賣那些女仔去紅燈區 但是 歸管之後就少了這些情況 現在就不用拐賣的 拿正牌 不要想到那麼複雜 一般來說都不是很貴 好像說50歐 15分鐘 15分鐘 如果一般人來是夠時間的 但是你 如果自己的心有個 時間碼 你會怕說我夠硬了 兩分鐘就要入歸 其實 很快而已 但是 質素呢 看看照片 我和我老婆是不為意到下一張 不為意到 就是 進了這個紅燈區 我第一個看到的女人在街上走 就是這間店舖走我 高大過我 高過我 大過我 我心想 你老婆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雞 這一張 那個人是阿婆 我剛才認識哪個都不是年輕的 但是呢 為什麼他不給拍照 所以這些我下載下來的 我下載下來的 但是我跟大家說 他有相當 因為東歐女生有的 很多人很漂亮的 很好身材的 我跟他看小電影的 好 再去 嘩 什麼正好多 我看到現場的更正 但是他有很多 不是很多很正 但是他有很多 都是遭遭 找不到吃 那麼多人看著 叫雞 好 再 好了 其實轉個彎 這間就是我解決了兩晚 我星期日晚 很容易進去 榮記飯店 全都是香港人的 這次我發覺 在倫敦 特別是倫敦 唐人街最經常請什麼人呢 馬來西亞人 很容易理解 懂華語 懂英文 懂廣東話 而且馬來西亞 一般人在馬來西亞特造工 可能賺三四千 馬幣 即是六七千港幣 在英國 他真的可以 提供兩三筆 港幣 他當然會有種衝動 來挖金 或者四筆 甚至乎 如果香港 你給三四萬美 這樣離鄉 隨時都能賺到兩三萬元 或者一萬兩萬元 所以馬來西亞人最多 反而那些幫工 那榮記飯 是不是很好呢 那天我星期日吃完之後 因為 我在兩日河 吃完那些野咒 我已經覺得這是美食 燒鴨 雲吞麵 我知道很多網友在海外做餐館 都有聽我的節目 如果有機會聽到的話 你們不要搞了 那些雲吞麵 搞得這麼古怪 你不如在香港訂一些冬冬雲吞麵 那些 起碼那湯 未蒸也好 大地魚蒸也好 都像樣樣樣 他們立即有膽子死 你在那邊吃過的東西 你給那些 上海麵 那湯是雞精 然後加幾粒 肉雲吞 你知道哪些嗎 你也會照賣 十粒 或者十二歐 你怎麼搞啊 但是這間榮記 我也還服的 什麼服呢 原來我每叫一個菜 他給一個飯給我 很大的 然後我叫兩個 兩個菜 炒麵 我叫你老婆給了 湯碗飯給我 我幹嘛 你叫你兩個菜 叫你老婆 我說你收回了 原來我真的還服 但是那些燒鴨 他們沒有我 是OK的 他們解決了我兩天 為什麼呢 我星期日去完 我想到很大磅 星期日都這麼容易飲 我星期日都爆了 星期日要訂桌 為什麼呢 原來在歐洲 星期日真的是Family Day 星期日那天 其實現在這些不只是做唐人 鬼佬也多 這次 我想正面見過 越來越是全球化 而且那些鬼很多都懂得吃 我們那些 真的懂得多了 有些吃內臟 就是懂得喊東西 當然 他懂得喊東西之餘 我仍然是看到他們的感冒飲 因為他們喜歡喝 啤酒吃那些脆口的東西 酸酸 他們喜歡的 這間榮記飯店 對面有一間 什麼榮記集貨 八貨 我不記得了 很出名 幸好 接著有第二個行程 其實如果有時間不夠 有時間我會說 他有一個操靈的館 我覺得香港搞這麼多東西 你不如搞一個 類似的DDS香港 他裡面是什麼呢 是一個5D大騙到你的 因為我很喜歡玩 這些3D、4D、5D的東西 他是 用十多二十分鐘 你是錯上壓虛擬的 飛機裡面 看完整個荷蘭 甚至會研究一些很細節的荷蘭歷史 但是他是因為5D嘛 他會有風 會有香味 走過花田就有花香 走過廚房就有廚房的味道 他騙到你的感官 是可以做到的 我不知道香港會花多少錢 幾億 十億 好啊 我們沒有地方去 我們去DDS香港那裏 我們要給20多歐 200多元一個人 都是樂意不絕的遊客 因為你真的有一個體驗 我們這就是兩張Ticket 最上面的窗戶 坐車 就是那個風車 屋 和那個 我認為 騙救人的鬱金香花 你看到那個鬱金香上面 你看上去都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但他沒有花田 好 再去 這裏我其實有很多照片 這個就是風車村 其實都是很漂亮的 我手機沒有撿過顏色 隨便拍攝 因為有很多都是拍攝 我太太的照片 又不出鏡 再去 這些照片都搭錯了 這是阿姆特丹市中心 那裏河附近 一開始我看到這些建築物 當然會拍攝 後來也不拍攝 周圍都是這些建築物 好 再去 風車村 我手機也放在那裏 這些風車村 還是有效地在動 下面就是那些油人 其實就是消費 一樣的 再去 那個風車村 我去乘搭那個船 只有我和太太兩個人 我問要不要再等兩個人 我問不用 昨天我也看得不得了 那個荷蘭裏和我的童年出生 介紹那些豪宅 說是美得不得了 在河邊 都是一兩百萬歐 我都不敢出聲 叫一兩百萬歐 香港沒想到 真的不是說什麼 原來他跟我說 總之一由綠色的那些人就是懸賦 即是說自己有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由綠色的房子就是說自己有錢 有錢就要告訴別人 這一張 我唯一一張 應該是我老婆和我拍 大家看我是不是整個周圍塔這樣的款 這個 為甚麼會在下面的蒙蒙 就是我的手機 我們就是從風車村 其實已經拍了很多照片 但我老婆不出鏡就算了 這裏就是風車村 然後我們吃東西 這裏真是精彩 我們那個荷蘭朋友 對面就是說那些 非常貴的 的Luxeric 房子 OK 你看看 Most of them pink in green color 因為他們要告訴別人 他們有錢 然後那個荷蘭裏就說 你吃這間餐廳 怎樣怎樣怎樣 我去到 首先一定是坐在外面 因為我要吃煙 有太陽 旁邊都好像很高級 我既留意知道 有側案子 就看看旁邊的 吃什麼東西 薯條 我旁邊不止 又有漢堡包又有其他 那我拿到手機來看看 但就只有那幾樣東西 十多樣 那我就怎樣了 好了 來囉 好 再去 這個就是 這個我是 放多了 我去到我都沒有買什麼煙的 我只是帶香港煙過去 好 再去 第一 他來過沙律 我一看 我的樣子 我就說不煙沙律 你看下去就OK 那你醉了菜 有沒有下東西 有沒有下沙律 有沒有下橄欖油 我叫你老母 我吃下去 我覺得我是在吃草 還有那些脆脆不是脆的 你看下去脆的 你看下去脆的 是軟的 但是不要緊 它有番茄 有些菜 都叫我放進口 然後就帶冷卻 OK 好了 這個是我老婆的主菜 上面那些鹹人煉麵包 上面是雞 雞是極 很濃 很濃的 很濃的 你也知道 第一次出 好了 我就說我要一個Beef 好了 首先 你看我那個 你過來過來 下一張 大家要留意每一樣東西 他都有兩個包的 你要Beef 就放了Beef 我老婆說要吃飯就吃飯 我心想 吵你了好沒有 這個是Beef來的嗎 就這樣放上來 然後他又去撿給我 這兩塊Beef 對 他說是Beef 那就是Beef 我就鋸鋸開他 是 去了好沒有 他外面是脆的 我已經不喜歡熱氣 不要緊 裡面是牛肉醬 牛肉醬也不要緊 牛肉醬 是冷的 一邊出去就冷 不夠熱 特別 吵你了好沒有 那個麵包 老實說 我真的不懂得怎樣形容 奶的那些醬就給你 那個麵包都OK的 但是那條麵包都很硬 是的 吵你了好沒有 我吃了半個 因為我不想折墮 我真的受不了 由這一餐之後 我每一餐我老婆不斷吵我 說我媽的飯 吵你了好沒有 他說 因為我一定要吃糖餐 吵你了好沒有 難吃到 然後那條荷蘭老 還吵你了好沒有 這家好店 吵你了好沒有 是牛肉不知什麼 好 很有荷蘭文的 教我 我就照他講 我來講 這個 吵你了好沒有 我去餵狗都不敢吃 如果是糖狗 真的 如果我以前的狗 我吃了我的豬手 你給他吃 他聞一聞 吵我了 吵你了好 那他都包到眼了 在旁邊 吵你了好沒有 包到眼 吵你了好 吵你了好 外面是脆的 牛肉沒有味 吵你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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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敢吃吃什麼東西 喂 好了 董事長 好了 我們不要吵你了 我都沒用了 我們就準備去看花田 看這裏 OK啦 這個是那個 公園很大的公園 我想十個八個維園那麼大 門口 門口也這樣 當然是很難堅 殊不知 原來去到門口 這一堆花 已經是當日最美麗的核金香 啊 即不是一堆 我吵你了好沒有 一盤盤的 你想著花田 貴花田 就有 為什麼呢 我當年去過非洲 跟我老婆 非洲我們真的經過那些車 真的看到種花的花田 一望無際就很漂亮 嗯 去現在這個收費入場呢 都又是二二三十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去看這些呀 不是 裡面 不過我還沒進去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好 我有機會進去呢 哇我走到這麼一刻 我已經吵你了 我已經是投降了 但是我怎樣也要喊 喊多一陣子 我還沒給我老婆吵嘛 我只去到門口 我都想走了 吵你了 吵你了 我沒有去 但是我也有慶幸的 為什麼呢 那天我們早上去完那個 那個風車村 吃完東西都兩三點 那坐幾個自車 四個自車 四個自車乘四點 去到這個花田 任你看看 五點半開始就有 即是巡返巴 那我看到 五點多 即是一個多小時 乘車出回阿姆斯特丹 那六點多吃完飯 那叫做spend了一天 要不然我吃個樓樓在哪裡 嗯 這樣而已嘛 但是 其實呢 雖然我這麼說 我都覺得 荷蘭 如果你說是敢臭一點 都是值得去的 包括這個風車村 或者包括這個 金鎮花田 因為我還沒看裡面 其實裡面都是很漂亮的 不過 你就見不到有花田 你懂什麼啊 剛才那餐我去試的 其實 最重要的好事就是 我們去到風車村裡面 有一個店舖有個女生 她很看我以前 我七八十年代看一個 我古記性 一個AV 薛克妹的樣子 很像 身材當然沒有那麼厲害 她就不知道 其實 其實 荷蘭不是買那些什麼 木區 那些東西 但是我們都沒什麼賣 我又買了這個 最後 大家看看 我301看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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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 工業 是啊 那麥克克奇 這些 為什麽我們不夠衣服 但不夠 其實 很難買得下手 因為真的是 喂 特別是水 你老母 一宗水 一宗水 三歐 然後 我很幸運 第二天 就碰到我們一個網友 我們也上網看了 荷蘭人 Kane 就說 他們是全歐洲最乾淨的水 我們就這樣喝 我在網上看說是排第二 那我呢 其實OK的 但是呢 因為我們 酒店只有一個廁所 你總是覺得 廁所 把水出來 那麥克奇 沒那麼高的 當然啦 所以 在廚房 如果在外面有 你會好一點的 在廁所 在廚房 但又沒有味道 但我們都煮了才喝 沒辦法的啦 OK 那明天我們會有 Walker上來 上一領這個 木經眼藥水的朋友 明天留意我們的 同途晚氣人 今晚就這麼多 拜拜